学一 学一段事情 讲一次 人情 好的 那我们再来听听我们的演员 对于他们所塑造的角色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来宋恬 大家好 我是在剧中饰演罗谦义和宋小冬的演员宋恬 第一次挑战一个人实验两个角色就是挑战还蛮大的 是不是也挺过瘾的 对 特别的过瘾 然后有的时候就会有跟导演说 导演我有点混乱了 对 演的演员 然后有的时候会有点就是会混乱 哎 是罗亲 还是宋小冬来着 对 但是特别的过瘾我觉得 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一次锻炼 哦 好 好 我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叫霍又泽 也是一家企业的老板 导演 然后这个角色比较内心比较复杂 就是人家的内心系统很多一些 从一开始就背负了很多的秘密 然后有很多的无奈 所以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 就是悬疑爱情剧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们也正在拍摄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谢谢 这样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演员张浦 这一次在西里实验的角色叫宇航 这是一名心脏外科 在一位导演说 他们正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 好 现在五星居所的乳创一起喝一六点 哎呀 正好 这是谁的脑袋 哎呀 我腿给挡了是吧 哎 好 好 谢谢 请各位入席 好 那刚才呢 我们说到这个穿越火线 我们这是一部改变 改变字 这个同名的游戏 讲述年轻人 啊 追梦 圆梦的这么一个青春的励志剧 啊 播出以来呢 啊 也得到大家的好评 特别是很多电竞圈的 啊 这个大声粉丝呢 都非常的喜欢 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花 嗯 谢谢 嗯 谢谢